如果以電腦器來說 的確面對監管的風險 其實這一刻不算太誇張 雖然上一季都有監管 但其實都是在一些 可能控制未成年玩家那邊 其實在騰訊軌道 如果以電腦未成年玩家 佔無論他自己或整個行業來計 其實實際上流水很少的佔備 可能平常的行業都是2至4% 他自己更加是1%多些 所以一個這麼低的佔比 其實本身影響都不高 但如果你說版號 當然這一刻如果能夠 重新批發朋友出來的時間 亦都會對市場有個比較豪信 起碼不用太擔心 對遊戲業是否除了限制未成年玩家以外 還有其他的監管或者是政策的存在 這個會少一點 所以如果一眾的新鷹隻股 無論是龍頭或是拉上遊戲股 我也同意騰訊這一刻 面對的變數會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如果從一個安全角度來計 其實騰訊有一條件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你多少股價呢 其實今日市場500之餘 更加初步升穿到100天線 其實過去這陣子 雖然反覆地是靠穩穩或者小回升 但都未真的升穿到100天線 我覺得如果這一刻能夠繼續站穩 在100天線樓上的話 真的可以看回到大概10月 9月那兩次的高位 大概511、512這些位附近 做一個很重要的目標位 如果能夠衝穿到 其實慢慢靠近580元邊 有這個機會 但當然這個要給多一點耐性 未必說即時是趕快到處先